欢迎收听这次为你准备的深入探讨 你也知道嘛 每年WCDC主题演讲都很热闹 对啊 非常热闹 但真正的重头戏 感觉常常常在后面几天 给开发者看的那些资源里 没错 那个发表会就像个预告 后续的技术文件啊 教学影片啊 那才是正片 真的揭露了很多底层的重大变化 可以看出苹果真的是卯足全力 在发挥Apple Silicon的潜力 对 不管是界面设计智慧功能 还是说那个开发工具 都有不少突破 好 那我们先从一般使用者 比较容易感受到的地方 开始撩好了 好啊 像是那个电时设定 我看好像不只更清楚显示耗电状况 预估充电时间什么的 还多了一个叫适应性电量模式 听起来是会自动省电是不是 对 他就是会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用电比平常凶一点 然后可能会比如说 稍微调降一些背景活动啊 或萤幕亮度 就是帮你延长一点续航力 这是蛮贴心的设计 蛮聪明的 对 还有Spotlight 就是那个搜寻功能 这次看起来也更强大了 好像可以直接控制更多系统设定 或者App的功能 所以不用再一层一层点进去找了 对 可能一些常用的 就直接在Spotlight里面就能搞定 这对Mac使用者来说应该很方便 没错 还有iPadOS 这次好像又大幅修改了视窗操作 强调一种新的视窗化体验 甚至还有选单列跑出来了 对 这就让人好奇了 那之前的目前调度 Stage Manager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哈哈 这个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 苹果显然还在持续调整iPad的 那个多工体验嘛 目标应该是想让它 更像Mac的操作逻辑 但又想保有触控的优势 两边都想要 对 那最后到底会怎么整合 可能还要再观察一下 不过说到视觉 这次最大的革新 应该是那个全新的设计语言 Liquid Glass吧 啊 对 液态玻璃 光听名字就觉得 嗯 很不一样 它好像强调跨平台的动态 深度 还有流动感 嗯哼 但有人说 诶 这听起来 好像有点像 以前Windows Vista的 那个Aero风格 诶 对 有人提到这个 外观上 可能第一眼有点像啦 但技术核心其实差很多 哦 怎么说 Aero比较像是那种 毛玻璃 加上光晕的效果 对不对 对 但Liquid Glass 强调的是更复杂 更夸张的 那种即时光线反射 和物件形变的效果 就好像真的液体或玻璃 在光线下那种 流动啊 扭曲的感觉 哇哦 目标是让界面更有活力 然后内容更突出 听起来非常消耗硬体资源 没错 这种即时运算 感觉有点像把光线追踪 用到使用者界面上了 有可能哦 这绝对是现代硬体 特别是像Apple Silicon 这种整合度高的晶片 才比较可能实现的效果 嗯嗯 可以预期啦 苹果应该会像当年 处理iOS 7那个 毛玻璃效果一样 哦 依照不同机器 对 根据不同装置的性能 提供不同程度的视觉效果 当然啦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这种风格 那个辅助设定里面 通常也会有选项 让你关掉透明度 或动态效果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 嗯 对开发者影响更深的部分 Xcode整合了AI 这听起来是个大趋势耶 是的 Xcode 26 内建了一个叫 Coding Tools的东西 可以直接呼叫 嗯 类似Chat GPT这种模型 来帮忙写程式码 产生注解 甚至写测试案例 哇哦 那更关键的是 苹果推出了 Foundation Models Framework 这个框架让开发者能直接用 跑在装置本机上面的AI模型 在本机跑 所以好处主要就是 呃 隐私 还有离线使用 完全正确 资料不用送上云端 对使用者来说 当然更安心嘛 对 而且离线也能跑 甚至对开发者 和使用者来说 它是免费的 免费的 那很有吸引力 对啊 这样APP可以做到很多 以前比较难想象的功能 像是更聪明的个人化推荐啊 自动内容摘要等等 而且还不用担心网络连线 或者伺服器成本的问题 嗯 这对APP开发是个大利多 没错 哦 对了 Swift和Swift UI也有更新 就是让开发更简单 功能更强大 好 那聊到驱动这些功能的底层技术 我看资料花了不少篇幅 在谈Metal 4 嗯 这似乎是这一次 另一个核心重点 特别是对游戏和专业应用来说 绝对是 Metal就是苹果自家的图形 跟运算API嘛 嗯 那Metal 4可以说是完全为了 Apple Silicon那个统一记忆体架构 量身打造的 目标很清楚 就是要让Mac和iPad 也能跑得动像 电誉判客2077这种 顶级3A游戏 哇 或者是跑更复杂的 专业绘图运算软体 所以Metal 4到底改了什么 让它这么厉害 不用讲太复杂的程式码气节 一般人听得懂的说法是 嗯 简单来说 它大幅简化了 开发者管理显示卡资源的方式 怎么说 以前可能要很罗嗦的 一步一步告诉GPU 现在要用哪个材质 哪个模型 现在用一种叫做Bindless的技术 GPU自己就能够更聪明 更快速地去抓它需要的资源 这对于那种有超大地图 超多物件的游戏或场景 帮助特别大 听起来像 给GPU一把万能钥匙 不用每次都要换锁 对对对 这个比喻蛮好的 就是效率大幅提升了 了解 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像是 更快的同步机制 可以减少画面延迟 嗯 还有更弹性的渲染管线 可以加速游戏或场景的载入速度 而且Metal 4把机器学习整合得更神了 哦 跟AI有关 对 可以直接在GPU里面处理 AI运算需要的那种资料格式 叫做Tensors 甚至可以直接跑一些小型的神经网路 在GPU里面跑神经网路 对 这就让AI和图形渲染 可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不只是跑游戏变快 还能让游戏或APP更聪明 可以这么说 那个Metal FX 就是苹果的升频技术 也有更新 是的 Metal FX加入了画面插针技术 插针 对 就是在不增加太多GPU负担的情况下 提高画面更新率 让动态看起来更流畅 同时它也加强了升频时候的降噪处理 降噪 对 这对消除光线追踪常常会有的那种画面杂讯 特别有用 电狱判客2077在Mac版就有用到这些新功能 哦 原来如此 然后那个Gameporting Toolkit 3 也跟着升级支援Metal 4了 让开发者把Windows游戏移植过来更方便 了解 所以 总结来看 这次WWDC会后揭露的这些细节 重点就是苹果正在全面发挥 Apple Silicon的那个整合优势 没错 从使用者眼睛看到的Liquid Glass界面 到底层的Metal 4图形引擎 再到开发工具里的本级AI 目标都是要提供更强大 而且更无缝的体验 的确是这样 这些底层技术的进步 不只是跑分数值的提升而已 更值得你思考的是 就是说当开发者能更容易的在你的装置上运用AI 做出更逼真的画面 处理更复杂的资料时 未来会诞生出哪些 我们现在可能还想象不到的应用程式 或者游戏体验 对 这或许才是未来几年真正精彩的地方 非常让人期待 好 那这次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好 我们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 by bwd6